老公走失的那天 看起来就跟平常没两样 只是万万没想到 走出家门后 他却再也记不得回家的路 等找到时 他已经徒步走了四五公里远 几次走失后 医院诊断书 麻药阿公罹患失智症 由于孩子们为了家中经济 大多时间并不在家 照顾重担全落在巴奈阿嬷肩上 让同样身为高龄长者的巴奈阿嬷 压力大到曾经想要了结生命 花莲门诺医院 常照服务部主任戴玉琴听到 其实这样的情况 在原乡里并不少见 原来未发生以辟客般 未发生生的孩儿 刚才就没有茉莓 积赌人 Dányava 竟然因为 变腺 distress 忍耐 自己也是有病了 我现在每一次吃那个 性脏的料 那时候很多事情 怕太高了 我们遇到那个 这个狮子长辈在家里 很多几乎都是赌局跟爽劳 所以当有一个长辈 他可能真的有得到狮子以后 另外一个长辈 他自己可能也需要被招呼 加上原相医疗密度不均 光是要让狮子症病患 稳定看诊就是一大难题 因为他这个狮子确诊 他可能需要做一些特殊的检查来确认 那他就必须要 一定要到这个花莲市的市区 那像现在我负责封兵光复 还有万荣 其实到市区都还有断聚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 跟在地服务提供单位 才能就固定的时间 那就带长辈到这个 就是医院来就诊 台湾原照会中职委黄哲玉则表示 长照2.0上路以来 因为文件站设立 服务也涵盖到较轻度的失智症长者 不过也同样带来引用 很感谢有文化健康站 因为文化健康站 它承接了一部分的失智症的长者 那可是当这些长辈 他从轻度变成中度的时候 那我们的长照系统是怎么去衔接 台湾迈入高龄社会 失智症患者恐怕越来越多 微服部依据台湾失智症协会所做的 失智症流行病调查结果 以及内政部2018年12月底人口调查估算 65岁以上长者共343万多人 其中失智的就约有27万人 申请率为7.86% 也就是65岁以上长者 每12人就有一人失智 失智症照护成为迫切问题 微服部也因此在106年12月公布 失智症防治照护政策纲领2.0 民间社服团体努力推动 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 失智社区服务据点的设立 有些机构要设置在原厂很困难的话 那到底原厂怎么样的系统 是符合大家的期待 那比如说像文件站 家庭托付 居家服务 失智据点 那我觉得就是要有多元延续型 多层级的照顾 那如果是可以在那部落里面 就有系统可以在里面转的话 那我们就不担心长辈没有人照顾 我觉得长照都一样啦 因为是原厂必须 一定都有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不能只有文化健康站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沟通 就是一个整合的一个广道 从中央政策到地方执行 如果建立邻里照顾网络 都是你我必须共同关注的公共事务 让原厂里每一个把妹阿嬷 麻药阿公都能得到妥善的帮助照顾 在地安老 文字新闻 Rosity Bluant 花莲瑞瑟光复台东市采访报道